- 香港的天氣我就不理了,即是現在主要上升- 跳! - 跳! - 經過日本一逆洗禮之後,其實我已經不怕冷了 - 哈哈哈哈! 之前有人很囂張 - 現在在日本東京的氣溫是6度 - 這個廠的氣溫只有1度,因為很冷的笑話 - 不是啦,你去完日本之後,經過每天晚上只有5-6度 - 然後你發覺香港真的是一個很熱的地方 - 你當然熱啦,去日本,又不是一個人去? - 當然啦,東京熱! - 哈哈哈哈! 東京很熱的! - 唉,真的慘了 - 抱著那些東西玩一整晚 - 沒回一個禮拜公有那麼多說話 - 當然啦,我們是看到一隻狗 - 唉,你也可以跟它是男人老狗 - 我這叫先甜後苦 - 哈哈哈哈! - 一三月我就糟糕了 - 即是一月的時候,我剛剛去旅行 - 就回來了,在座那三位operator - 即是還有阿狗加起來,就做到糟糕了 - 當然啦! - 到三月就糟糕了 - 一月都要走我一個而已 - 是 - 三月走兩個 - 其實差不多而已 - 只不過大家的輪流轉轉到你那邊 - 其實艾力仔是最好的 - 為什麼呢? - 因為她辛苦完,辛苦完,不斷辛苦辛苦辛苦 - 最後一個去旅行 - 是 - 將所有的疲累可以是一個字 - 哈哈哈哈 - 欸,我還要捱師王那次 - 我就當沒事的 - 哈哈哈哈 - 原來我甜完之後,我捱那兩次就糟糕了 - 但沒關係,我們捱那些全部都是過年那些 - 我們是最棒的,她請了一個假,很棒的 - 就是預備年宵的時候就不在了 - 神經病,很難搞的 - 很聰明 - 林宥洋很好啊,林宥洋在我林飛之前 - 唉,你放假,你放假吧 - 讓他們搞吧 - 她不是給我搞吧 - 哈哈 - 因為非常之... - 多謝林士山 - 可以放心去這個女孩 - 去完日本,我去完日本 - 就沒有見大家很多天了 - 有沒有關注我呢 - 沒有啊,但每天呢 - 這些窗戶都說 - 你每晚的戰況是怎樣 - 每晚的戰況 - 先報告一下你的戰況 - 嘩,嘩嘩嘩 - 阿九就上星期五報告了戰況 - 我們分析了戰況 - 我們分析了,那你先報告一下自己的戰況 - 好像Sweet了我回來的時候 - 日本的... - 喂,當然了,去完旅行 - 當然了,當然了 - 再甜蜜一點 - 為什麼這麼說呢? - 因為Carrie有一個名言 - 是嗎? - 拍拖要怎樣做真相感情 - 怎麼做呢? - 趕快去旅行 - 不是,你應該說 - 不一樣的,有一個慣例 - 這些是統計學的,不要見過 - 真的是統計學的 - 去完旅行就散了 - 是 - 統計學就是... - 但是有一次我和... - 現在這個女朋友去了幾次旅行 - 很多次 - 你們散了很多次了 - 沒有啊,沒有散... - 你的前方不可以站啊 - 你的前方是這樣的嘛,統計學嘛 - 話說有一次我們跟一個Berana的老闆在賽頭 - 聊天的時候 - 我們說怎麼哄女生呢 - 卡爾二二不說,去旅行 - 只有這件事 - 即是像拍拖一樣 - 即是像拍拖一樣 - 他說這件事是最feat的嘛 - 是的 - 所以現在去旅行回來之後 - 哇,好sweet - 結婚了嗎? - 結婚了嗎? - 哈哈 - 都求我婚了,不是嗎? - 都結起來了,結起來了 - 都結起來了 - 別說感情生活了,你又不說了 - 但是,你自己去日本了 - 兩人去八個人回來,知道為什麼嗎? - 不是啊 - 你知不知道兩人去八個人回來呢? - 為什麼呢? - 六包胎 - 哈哈 - 我都說這個... - 記不記得電影部的同事跟我說 - 喂,你馬靠究竟是雙數去還是單數回來呢? - 是不是雙數去單數回來呢? - 不是啊,兩個人去三個人回來 - 肚子裡面有一個 - 這些我真的假不到了 -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 - 這樣呢,我真的... - 我完全去日本的時候 -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朋友的大鄉地出生 - 是的 - 有沒有覺得你以前罵我們那時候是很愚蠢的? - 即是你這樣... - 有啊 - 有啊 - 我不知道,艾仔那時候... - 嘩,膚淺啊 - 要去香港 - 艾仔那次去完之後說什麼? - 去大阪 - 去大阪 - 說什麼啊? - 我忘記了,阿卡就說... - 我沒有罵過 - 有什麼特別呢? - 好啦,我沒有說過 - 我是說好多好正東西,好好服務的人 - 這些香港人有 - 接著那次我去完之後回來 - 我跟他說好正,真的不想回來 - 我說神經,去旅行有多大不了 - 不是啊,你說有禮貌,我真的害怕的 - 你明白嗎? - 是啊 - 我買東西他跟我90度鞠躬 - 是啊 - 我從來都是聽別人說的 - 嘩,那些日本人很厲害的 - 是這樣的 - 即是你站在這裡,你買東西 - 即是你付錢給我 - 那正常呢 - 香港就這樣給你 - 他不是的 - 是啊,真的 - 我之前是聽的而已 - 因為我沒有去過,沒有感受過 - 是啊 - 日本人是這麼有禮貌 - 我聽完之後是怎樣呢? - 就是說艾仔和我說完90度鞠躬 - 送你出門口 - 是啊 - 日本人是這樣的 - 他們是出了名有禮貌的嘛 - 這個是其中一個感受啊,你 - 但有一個感受 - 我還沒說完 - 他還沒說完 - 他知道有個punt fly在那裡了 - 但當你真的親身感受 - 你去到,我買了很少東西 - 譬如我買了兩雙襪子 - 我買了兩雙襪子 - 我買了兩雙襪子之後 - 你聽完後是感受不到那件事 - 你還有一個視覺的滿足 - 他那個90度公公是髮頭髮的 - 最初你第一次 - 為什麼要出來打架我 - 這樣走出來 - 不是啊,我以為他不給我 - 不好意思,買了 - 這樣很正常 - 你在香港買完東西 - 入完東西之後 - 你在櫃檯拿走 - 他櫃檯走出來才打架我 - 他在櫃檯拿回你自己買那袋 - 很正常 - 他不是,他搶了他 - 是啊,他搶了他 - 走出來的 - 他搶了他做什麼 -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 然後拿了那袋東西 - 走出來 - 然後帶我到門口那裡 - 然後心想 - 我可能還想買東西呢 - 然後買完 - 你不要說還想買東西 - 他對不起二十多次了 - 然後一出去 - 那個90度公公 - 嘩,精彩 - 你很棒 - 如果你不轉頭 - 他照在那裡 - 不是啊,他是一出去 - 我打算拿一袋東西走 - 是 - 他每個人嘩 - 他一嘩 - 見到頭髮 - 然後無端的頭像 - 就是你經常說台灣人 - 已經很有禮貌 - 是 - 日本人是再升級的 - 即是馬國明台灣的演技 - 去日本應該是適合的 - 是啊 - 他是這樣 - 多謝你啊 - 這樣 - 真是good fit - 所以日本人這個真的 - 他這個買東西 -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 很爽的 - 你是覺得我得罪 - 我好像欠了他 - 你明不明白 - 是 - 我是會因為他這麼有禮貌 - 唉 - 我光顧你多一點點吧 - 好不好 - 即是我買兩塊好像不給你面子 - 是啊 - 你的禮貌都不止這個價錢 - 是啊 - 你第一次有沒有不自覺地 - 逼上班給他 - 我沒有不自覺 - 不是,我很滿足的 - 我享受我大爺的生活 - 他是王子 - 不是,我第一次是 - 逼上班是英訓的 - 逼上班是90度,180度 - 拿著腳踩 - 哈哈 - 哈哈 - 但我第一次是不習慣的 - 我鞠躬的 - 之後我就說 - 咦,你幹什麼 - 我鞠躬的 - 你是會不會受的 - 是啊,我們不習慣 - 你是覺得 - 你沒有欠我的 - 是 - 其實你真的會不其然 - 阿包入口 - 其實我買了一串魚蛋而已 - 也就是說得對 - 他真的很禮貌 - 到我們不好意思 - 真是不好意思 - 很尷尬 - 我是消費的 - 香港要叫我好好就知道 - 我們平時燒開費都沒有 - 最多我們跟你聊聊 - 聊得開心點 - 走了,OK,bye - 現在到了 - 我懷疑是這樣的 - 我懷疑是這樣的 - 我就沒有去歌舞企丁叫雞 - 我懷疑你去歌舞企丁叫雞 - 怎樣叫雞 - 是會多謝你 - 即是有歌舞企丁叫雞 - 再含多一次 - 哈哈哈哈 - 因為太含多一次 - 哈哈哈哈 - 這樣含多了 - 歌舞企丁叫雞 - 又有 - 送的送的 - 所以又含多了 - 但這個鳳梧態度 - 我真的無可挑剔的 - 是 - 因為我也明白 - 之前有預計過他們會這樣 - 是 - 只不過是當一刻 - 當一刻你去到的時候 - 配合你看到他的動作 - 你看到他的頭髮 - 那些頭髮都飛起來了 - 你是真身感受到的 - 是 - 但這件事我真的要吵的 - 怎樣呢 - 人們說日本人很有禮貌 - 是 - 日本服務性行業的售貨員 - 是很有禮貌 - 是 - 但那些人都是一個系列 - 為甚麼呢 - 話說我回答JR - 回答JR很簡單 - 日本人出了什麼禮貌 - 是有禮貌的 - 那就好了 - 那我就回答JR - 人多嗎 - 入車 - 慢慢走 - 不會有人撞你 - 沒甚麼事 - 嘩 - 靜細 - 看後面 - 你撞停了 - 看後面 - 日本人不是很有禮貌的嗎 - 你們衝車的混蛋 - 撞完之後不說 - 你有沒有看過台 - 不說甚麼 - 不說對不起 - 你這不是小人 - 你知道日本的JR - 煩忘時間嗎 - 已經有很多片 - 是真的沙瘋於色 - 這樣夾進去 - 這個是日本文化 - 如果他們去東話文化 - 他們去東話 - 賺很多錢 - 究竟這個挑戰 - 有一個啟示 - 原來任何一個地方 - 我們去地鐵都是蜆子 - 任何一個地方坐地鐵 - 你都會感受到民族最深的一面 - 其實香港算是很好的 - 因為香港人是真的要你沒有 - 即是這個混蛋是站在門口 - 不能進去的 - 那你沒有位置的人就不進去 - 進去下班車 - 但日本人是真的說 - 進去吧 - 他們會撞咎你 - 你們會撞咎你 - 其實日本是有少少比香港差的 - 因為香港那些人舉牌而已 - 即是他們弄了一個嗶嗶響而已 - 叫你不要進去 - 你照樣衝他就不穿 - 要是直接縮開 - 是這樣舉牌而已 - 但日本那些不是的 - 日本好像解放 - 要整個罐頭那樣 - 有些人戴武器 - 推你下去 - 真的有的 - 那些站長那些 - 然後我也見過 - 我喜歡加上的影片是什麼 - 你有1 2 3 4的門 - 在二門都推進去的時候 - 一 3 4 - 自分出來的 - 很棒 - 真的是真的 - 香港不會的 - 即是日本這一個文化之一 - 這個我也是 - 即是你說吵這個而已 - 還有什麼你一定吵就吵 - 這個也沒什麼 - 其實這個我是覺得 - 我是在日本有些遺憾 - 但有一個我覺得你一定要說 - 話說當時剛開一蘭的時候 - 我跟Kal說 - 嘩 - 我在日本吃的一蘭 - 我吃過一蘭日本的一蘭 - 真是非常好 - 然後回到香港吃 - 我吃回香港一蘭 - 扁嘴 - 差點東西 - 然後Kal說 - 不是這個OK - 很好的 - 在香港吃 - 在香港吃 - 我未去日本 - 我不知什麼感受 - 怎麼說話 - 其實你真的會明白 - 我在香港吃一蘭 - 你跟我說 - 嘩 日本一蘭很好吃 - 我未去過日本的 - 我懶得知嗎 - 你跟日本人說 - 香港人的車輩不好吃 - 不是他會說 - 大發會的咖哩真的很棒 - 你們去過印度吃咖哩 - 我也去過印度 - 我不知印度咖哩是什麼味道 - 大發會真的好吃 - 吃這個日本是一個必然的東西 - 你吃完這次了 - 你有沒有吃一蘭 - 我去到日本 - 很可惜 - 我沒有吃到一蘭 - 有沒有吃麥當勞 - 有吃麥當勞 - 真的找到麥當勞 - 真的找到麥當勞 - 真的找到麥當勞 - 我沒有吃的 - 一樣味道 - 他罵他 - 為什麼 - 一樣味道 - 沒有分別日本的麥當勞 - 我吃魚柳包餐 - 我女朋友就跟我說 - 當然是吃日本才有的麥當勞 - 我說你也傻的 - 來到這裡吃香港才有的麥當勞 - 你才比較到的 - 然後我吃那個魚柳包餐 - 一吃下去那個魚柳包 - 我打算殺有戒指 - 因為我是最後才吃麥當勞 - 因為吃了很多 - 都沒有錢 - 日本的食物 - 我稍後再說一下麥當勞 - 麥當勞 - 一吃魚柳包 - 一咬下去 - 是 - 屌 - 會不會起歌 - We are in Hong Kong - 我心想 - 我馬上跟我女朋友說 - 難得 - 我馬上跟我女朋友說 - 將來回到香港 - 我和你吃麥當勞 - 你不要不開心 - 在日本是很貴的 - 你閉起眼 - 其實日本人是要儲錢去吃麥當勞 - 但我真的不知道 - 但我聽聞是說 - 日本的麥當勞比較好吃 - 薯條是不是比較好吃 - 薯條呢 - 薯條呢 - 汽水 - 會不會整齊一點 - 汽水 - 汽水 - 有沒有曲絲 - 但我聽聞 - 日本的汽水是比較甜 - 我聽聞是甜的 - 就算你去759 - 買了一罐日版可樂 - 是甜一點的 - 我一定是買CC檸檬的 - 但日本是比較甜的 - 我又沒有特別大感覺 - 你這個真的沒有特別的分別嗎? - 接著 - 有沒有吃雞翼加 - 雞翼加沒有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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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韓國那邊看電影 - 你是屌的 - 還沒屌到戲 - 還沒屌到戲 - 屌啦聲 - 他在魯麥當勞吃過 - 師兄 - 冷靜,你先出去 - 你沒什麼事 - 你聽上一集我們說過什麼 - 你太狠離地 - 你暫時出去 - 你聽同溫 - 我們待會叫你進來再屌你 - 你放心 - 我們一定會留個時間 - 讓你坐在那裡 - 讓你自己澄清 - 都不能聽人說話 - 室友室去打機 - 大哥衝我去第一關 - 我們都說得明白 - 去試試跟比較食物質素是必然的 - 劉慧卿你先出去 - 等一會兒,你不用太心急 - 兩點的時候,我們會叫你進來 - 狠狠地反過來 - 大哥衝我第一關 - 說到日本和香港的味道比較 - 一蘭,我兩邊都吃過 - 我真的在日本好吃很多 - 當時帳戶當然沒有分別 - 沒分別 - 但吉野家我也試過 - 吉野家我真的吃得太多沒去 - 但吉野家我真的吃得太多沒去 - 這樣呢,我女朋友就說 - 吉野家我真的吃得太多 - 瘋狠地反過來 - 即是很好吃 - 如果愛吃的話,嘩 - 瘋狠地反過來 - 你表現不到瘋狠地反過來 - 我不吃蟹宴了,我吃吉野家 - 我就沒有吃吉野家 - 我就去吃了松屋 - 松屋的 - 我們大便沒有排好內隊呢 - 不用 - 因為我們那些是十一二點那些 - 二十四個小時 - 我在松屋那裡吃了兩餐 - 是 - 話說是怎樣 -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 我不明白為何香港沒有這件事 - 因為日本人吃東西是很硬的 - 即是怎樣 - 他們很喜歡的 - 很硬的 - 是呀,真的 - 即是他們可以整個 - 我去吃松屋 - 吃過牛肉飯加蛋 - 香港在吉野家吃 - 即是一隻雞蛋 - 碰碟牛肉而已 - 是呀 - 他們有一個飯真的硬的 - 全部都是蔥 - 你沒有試過吃吉列豬扒 - 那些什麼味道菜 - 椰菜 - 那麼大個高個高的 - 反正有松屋我試過 - 是呀 - 因為松屋也是吃牛肉飯 - 是呀 - 我只可以拿香港的吉野家去比 - 是呀 - 我猜如果香港的吉野家 是幼稚園學生的時候 - 是呀 - 我猜松屋已經是 - 大畢業 - 不是呀 - 是 - 是 Steve Jobs - 哈哈 - 即是Apple的轉席 - 但是認真的 - 那個感覺是你找不到的 - 是呀 - 你是找不到那種 - 這麼Hardcore的感覺 - 當然呀 - 即是日本AV已經很Hardcore - 你知道 - 真是很Hardcore - 又流打又成的 - 整條蘿蔔進去 - 是 - 她吃東西都是這麼Hardcore的 - 很棒的 - 是呀 -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 你有很多話說 - 恐怖 - 恐怖 - 恐怖 - 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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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蟲屋就是其中一件事 - 好了 - 精彩了 - 我要先講一下蟲屋 - 我有試過一間店 - 香港不是有一間 - 唉呀 - 怎麼我忘記了 - 連鎖店來的 - 在旺角 - 羅浩坊對面的 - 叫什麼 - 和什麼 - 和 - 有沒有一間叫和 - 和文 - 和文 - 其實在日本是一個很大的連鎖店 - 是 - 我試過了糧 - 也試過真的試和文 - 哇 鳥梁很棒 - 為什麼有什麼鳥梁 - 雞翅啊 - 瘋了 - 如果他那些雞也不太棒 - 他專門做雞的嘛 - 因為鳥梁是只賣雞翅的 - 我有吃KFC - 雞湯也是很棒的 - 我有吃KFC - 我沒有吃的這個 - 我丟了一餐 - 變了 - 因為那時候 - 我告訴大家 - 我吃了一隻雞翅 - 是 - 即是雞腿 - 是不是添一隻雞翅嗎 - 又是很貴的 - 我不明白為什麼 - 吃美國的東西是這麼貴的 - 你錯啦 他很專心地做的 - 裡面的人都會說 - 他很專心做那隻雞腿 - 炸雞腿 - 要你不要 - 不要咬你老母 - 對不起 - 我不應該咬你老母 - 我應該咬你老尾而已 - 真是咬你老尾的那隻味 - 跟香港的一兩一樣 - 哈哈哈哈 - 你的一兩一樣嗎 - 又是貴好 - 很多次一次 - 我都不難吃 - 即是專心做 - 跟啓做 - 一樣的 - 這個是台灣人說 - 不講日本 - 大陸的KFC - 和香港的KFC - 的味道很不同 - 為甚麼是燒鵝 - 完全是不認同 - 大陸的那些 - 那些雞好像銀魯雞一樣 - 假的 - 你是沒有人來的 - 我不認知 - 所以香港真的不認同 - 你是香港那些什麼 - 人家那些什麼 - 聽一下 - 聽一下電話先 - 恐怖 - 恐怖 - 喂? - 喂 真是嗎 - 喂 五菲哥 - 五菲哥 - 是的 - 你是否有去整個半夜 - 三一月之後沒有去 - 現在甚麼時候沒有去 - 三一一 - 地震 - 噢 三一 - 還有那個褲石 - 她現在電廠還在流東西 - 不知道是不是就沒有去 - 害怕是甚麼 - 神經病 - 我變過其他 - 嘩 - 我的尾巴放出來 - 如果去到完之後 - 變形合衣回來 - 我又不介意 - 但我自己怕不是 - 她的雞縮小了 - 哈哈 - 就是說 - 沒用過就洗了 - 哈哈 - 喂 怎麼還沒用過 - 變形合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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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 - 哈哈 - 我自己不怕 - 很死定 - 剛才你說的東西 - 野家 - 你有沒有見過 - 有些人 - 下薑嗎 - 有有有有 - 香港人都有的 - 下很多的 - 神經病 - 因為 - 以前香港 - 整個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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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 撞薑 其實那邊吃 如果你比較或者吃東西 加上同屋那些是OK的 對 人家做牛肉飯是綠色的 其實日本呢 你隨便一間 例如JR下面 地下街的東西吃 隨便一間都好吃的 真的不得了 但我在秋葉原吃的那間很難吃的 給我一個名字 給我一個名字 日本吃難吃東西 應該那些東西變壞了 我在日本秋葉原找到一間咖啡店 喝了一杯Mokka 不是女僕的 不是女僕來的 AKB? Goda? 不是 冷靜 他們好像Starbucks那些 連鎖店來的 但原來日本人很喜歡喝Starbucks 多過7分而已 差不多 然後找了一間咖啡 喝了一杯Mokka 我人生最好喝的Mokka 用不難洗啊 不是 我不是誇張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價錢是跟Starbucks的Mokka一樣的 但它是滑到和濃到 就是朱古力好像不用錢 它是朱古力 他們那邊的味道是比較濃的 而且它加甜味是比較濃的 所以我也記得那些飲品的甜味是很濃的 你看它的飯 重屋那些飯這麼Hardcore 整碗都是沖的味道 對呀 我那時候見過有一家家吃飯 隔壁的馬路是把薑 加到好像一個山 是這樣的 我真的沒試過 薑先生 你好薑先生 很難難 我剛剛想和你那些做得更難 你會再生氣嗎 不是啊 7分那些就多過 Starbucks多過7分 人家開的那些叫Family Family Mark 沒有7分當然是多過 有7分 有7分 Family Mark 那邊的7分比較少 多數都是AMPM 還有Lawson 或者Family Mark Family Mark 我認顏色的是粉紅色還是綠色 人家對日本7分 你知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不是買東西 買高達 不是啊都是這麼淺的 是嗎 人家那些 歌舞伎丁那裡 有一家7分 我看見7分以為 就打算進去買飲 誰不知那家7分 原來不是給你買飲 叫7 Banking 是給你24小時那些 會不會是7分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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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7分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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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7分是吃飯盒的 應該是 這飯盒很好吃的 我不是很喜歡抽獎的 我給他500日圓 但鵬飛哥你到那裡 你要在日本煮好吃的 是什麼 女的 其實大部份都好吃 不過有一樣東西 真的不要貴吃 是 那一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是當勞華 是CAPC那些 是 美食快餐那些 是 香港相比之下 是貴一點 沒有很正常的 它尺寸是小很多很多 是 魚柳包是小一點的 有沒有再加 香港的魚柳包 本來香港的魚柳包 你跟那個 那些魚柳包 其實現在是小一點的 是 但是它去日本也是再小一點 真的兩口就沒有了 那一枝四分一塊 我不知道 我沒有打開來看 然後 那些可樂都小一點 是嗎 那些可樂 那時候在汽水機 那時候我住一些酒店 那外面 但是熱口十有部汽水機 按一下 那時候 那部爛鬼汽水機 按個罐氣 按個可樂出來 兩口都喝光了 會不會是你大口了 會不會是你大口了 那些什麼著頭咖啡 那些罐 高一點 有這麼小嗎 又不覺得 真的不覺得 那些叫一口可樂 你買錯東西吧 你會買錯東西 限定版來的 一口可樂 一口可樂 你真的什麼 那時候我很流行 去秋葉原 送完貨之後 然後晚上就在那裡點月 還沒買那麼晚的飲品 秋葉原這個地方 真的不得了 有人說起秋葉原 秋葉原裡面 在後階 後階 後階有一間叫中華料理 千萬不要進去 那是正常的 我們去每一個國家 當然是吃國家最厲害的東西 你沒有吃到最弱點 你也可以吃的 我以為那些中華料理很厲害 你那時候很流行 那時候流飽升 為什麼要特級廚師 為什麼要拿一條龍飛出來 就是 全部人都不會煮 就是特級廚師 其實很好笑的 你去日本特意吃過揚州炒飯 看日本人怎麼炒揚州炒飯 有一間又不知道什麼 那是中國什麼國和王朝 最棒的是什麼 那是王朝餃子 那是一間博多天神 是超級難吃的 超級難吃 超級難吃 真的不敢吃 這些完全要悲傷的 你當然是說秋葉原怎麼鬼化 不是啊 秋葉原之後不得了 為什麼不得了呢 我真的第一次去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秋葉原怎麼樣 真的很多玩具 還有很多玩具 還有很多女兒 然後那些玩具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其實我懷疑 只有日本這個地方可以這樣做 其實他們的格子店是很多的 我進去看玩具 我們看到很累了 不如不要再看了 不是的 你終於有這個感覺了 那次我有 我們看到玩具 是去到 很享受被玩具包圍的感覺 不是的 我進去 我進去 第一次 我真的好像馬國明去台灣 看著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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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累 我也有 我暈眩一點 沒有看 我在香港 我是一個勇者系列的謎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 我有機嫻人 合體的 這個機嫻人 在香港已經找不到任何東西 嘩 你們想到我去到日本 整層都是勇者系列 那時候 香港的蛇夫 每個人都說 找到媽媽都認不認得 那時候我去 整棟八路都不理解 是啊 瘋了 日本的地方 譬如我們香港 你去百貨公司 玩具只有一層 玩具是有四層分具給你的 是啊 它是分嗎 你去百貨公司 你去幫忙那些 是啊 即是你收拾便宜的 又有二手給你看 正得不得了 即是我找的公仔 可能找到200日圓 買回來 用來扔底 他真的拿回來 是啊 他要拿地卡超 你又扔他走 如果跟你一個 適合格價的女朋友 是很慘的 譬如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就是會 不要看 你想要這個 不如我們再多看幾個先 其他很便宜的 但是當你在一個玩具海裡 你是不會想再這樣做 算了 那幾元 算了我不想再看 夠了 我可能會這樣的 反而 我計劃是這樣 你第一天先看一次 你最後一天 就是你去買其他東西 我去多一次 知道哪些便宜 再去多一次抽業員 就只去買其他東西 那就好一點 可能你們會去抽業員 這個地方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去日本 我不只要去抽業員 我還要去元宿買衣 要買衣 其實我沒有那麼多 最後那天可以多一次 我每個地方都去兩次 真的 我元宿都去兩次 你第一次去抽業員 你第一次去抽業員的時候 你待了多久 真的 告訴你抽業員 基本上我沒有兩天 我都走不完 對 我都用了兩天 我只用了兩天 那你也是傻的 因為 哪個有力 那看來我真的很不可以 喂 你的腳短 那看來我真的很不可以 我走一天之後 我已經害怕 我是害怕玩具 你明白嗎 你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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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資格 我經常跟他們說 買吧 沒有 只要一盒 但我去抽業員的時候 當我看到那麼多玩具的時候 我開始有一個醒覺 玩具是應該要這樣買的 真的沒有太多 很辛苦 我明白 休息一下好不好 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如果大家是玩具 我真的很覺得是日本才能做到這件事 因為可能日本地方便宜 他們才能做到 可以有那麼多格 讓你一次過看那麼多玩具 原產地 還有日本最重要的是 他們覺得這件事 是一件事 他們把所有以前有的東西 都當在那裡 有什麼可能我們找一些舊遊戲 香港找不到的 那裡可以一百元買到 還要它寫什麼 好軟化 爆炸回來 開開 上次你送給我 MEDAGEAR SONIC 2 我發現 以為是新的 是呀 新的 很漂亮 一百元 我回來飛碟就飛了 還有它很幸運 日本人 他們撿的格子 其實是撿得很漂亮 很整齊的 很整齊的 你真的想找什麼都找到 真的沒有人講的 玩具這個 其實沒有什麼要講的 因為我真的去到那個地步 我是不想看的 五菲有什麼話要講 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要講其實有很多話要講的 我們先講一下 你先講一下 你先講一下 我上次有什麼嚴語 我想知道 日本的女人 我很想講 五菲你先講一下 你不可以先講一下 不可以先講一下 如果你是喜歡吃辣菜的人 千萬不要去日本吃咖哩 吃印度咖哩 因為日本是甜咖哩 普通咖哩的時候 他本身那裏做的咖哩 是甜咖哩之餘 我認識那個秋葉原 中央通那裏 有一間是吃印度餐的 全部都是茶 我本身喜歡吃咖哩 就像Henry那樣 我看到全部都是茶 我都可以 走進去 吃完碟東西一口口 很糟糕 甜的 苦的 鹹的 沒有味道 咖哩應該有香味 不要說辣辣 咖哩應該有香味 連那種香味都沒有 家裡當然要重複 但秋葉原那間高高高的咖哩屋 聽聞是升級份量 瘋狂了 一碟東西三個人都吃 就像香港的銀咖哩一樣 你吃了一個富士山 整座山給你 有咖哩的咖哩屋 5kg還是什麼 咖哩朋友可以去試一下這個 應該可以 味道如何 應該很棒 我記得是很棒 早吃 日本風味 你不要當它是印度 你可以去印度吃 還是那句 提供給你的 下次去試一下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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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太多話說了 阿文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拜拜 拜拜 我先回覆一下 因為Leo他吹我玩遊戲 我會再聯絡你 Leo 你的紅蝶我還給你 我很快 好繼續說 女人 話說去到日本 真的要看一看日本女人 日本女人 你看到她都覺得她拍過AV 首先我去到日本的時候 看短裙已經不在話下 因為都是看玩具 我真的要說 我真的每次去日本都覺得是 所有女人的裙子都叫做柳蝶裙 為什麼叫做柳蝶裙呢 那些全部都是膝頭哥對上 真是AV那些 連校服那些都是 然後我跟朋友 每次都是這樣的 你不能走樓梯行不行 我會很辛苦 然後我們有個名言 我們有個名言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日本那麼多痴漢 是正常的 但你日本就好一點 當然日本其實有分東京大阪 大阪很慘 全部的裙子比膝頭哥長 我上去跟她說 很多女人看 我整個旅程都見到一個人穿短裙 這是什麼分別呢 這就是劍道布漫畫 和這個針漫畫的分別 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期待這次去東京 我去到東京的時候 我都見到很多短裙的 之前都是滿心期待 滿心歡喜預備看短裙的 最後看到短裙的時候 都是好像抽葉園的感覺 就是看到 算了我不想再看 你記得我有一次說 我坐在一輛火車那裡 那些叫JR 然後我坐在那裡 我看著對面 我真的沒有心望 那個女生只不過是 她的腿微微地張開 我看到一條粉紅色的內褲 是怎樣做這個地步的 你有沒有試過這些 我沒有試過 但我已經看得不想再看了 因為太多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女生都是偏禮和腳短的 我這次是發覺是這樣的 但是粗不粗 其實是粗的 有很多美女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句是短和粗的 聽說日本以前的民族 是比較矮的 所以是比較矮的 所以是比較矮的 好 然後我真的留意去到日本 因為還沒去到日本 留意一下 日本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美女 我得出的答案是 正確的 日本真的有很多美女 但我覺得是有些事情 還沒說完 日本有很多美女 如果她們穿短裙是生氣的 她們的樣子全部都是生氣的 為什麼呢 如果香港的美女是正常的樣子 你叫阿N 阿N 韓子倫 你覺得她是一個美女 你不會想生氣的 但日本的美女全部都是生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的美女 不知道為什麼呢 都有一種妖孽的味道 那個妝啊 她們是很妖孽的 完全明白 老男人要懲罰她 哈哈哈哈 其實你見到她們 你見到那些美女 她們都是高傲的 冷染 她那種罪孽的 她說 屌我 她不是這樣 她的態度跟她說 下班了 下班了 辦公室沒有人 說一種來 她們看著 不是 她們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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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二種 第一種就是妖孽樣 全部都是生氣的 她們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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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著 她們看著 你覺得多好 要先回去查 我們先去看 那是她們第一種美女 第二種美女 是很害羞的 當然 她很害羞 她們都覺得很害羞 雖然她們都表面上不是陌兆 但你這個表情 根本就是陌兆妳 是怪的 其實都是漏屌的 雖然她是私人 有一個真的有一個含蓄吻叨叨叨 我對上一次 再對上一次 就是不愛她 害怕一次 很避忌 有一個我去Seven買東西 哇 有個女孩含叨叨叨叨的 真的含叨叨叨叨的 很頑皮 真棒的 一買完東西之後 另一轉頭 她真的會說 嗯嗯嗯 你來自香港嗎 你還想讓我屌你 然後怎樣 然後怎樣 我吊了 我吊了 然後我又 難怪我上幾次了 原來上了房 哈哈 我沒有 我想問是怎樣溝通 第一次進去日本 那時候我心想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日本有個動作 就是博弈這樣 那時候博弈 哈哈 你不是這樣 香港是這樣 但日本 你沒有看素人那些嗎 夾了回去就這樣 哈哈 對不起 這把我飛了 這把我飛了 我那次真的帶我跟朋友去 那時候我跟朋友說 嘩好像漏尿 哈哈 Do you漏尿 哈哈 不是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過分 那最後怎樣 我想知道 那時候我跟朋友說 我沒有懷疑 那時候是小時候 我小朋友 我不懂事 你那樣真的還沒丟 然後我跟朋友說 那兩個朋友 一上我酒店之後 他好像漏尿 但你沒有拍他嗎 就是問你是不是comfor 我有 那他回答什麼 他說 好漏尿 我真的不敢說 那之後沒有說話了 Try Hong Kong 因為我走了 因為我走了 然後我回憶回 好像真的好漏尿 我馬上衝回去 找他 為什麼你發現他跟個個 這樣說 他收了工的 屌你了 沒有 日本的女人真的很棒 那個感覺 我是不是見過你 哈哈 我好像上網見過你 所以綜合了 我這次去日本 看過幾天 是決定 日本是很難多女女的 有沒有決定 在日本找個女朋友 所有女女都是要漏尿的 她根本就是想你尿她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發覺 如果日本主持人聽到這個節目 我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 AV 不是 剛剛那套叫什麼 本宅直書 是不是有個人妻的 骨子 孫香 不是 骨子孫香 不是 骨子孫香 是一個團體 AV團體 那個做人情婦那個 不是 骨子 我告訴大家 新宿火車站 不是 新宿地鐵站 走過去 走過去 不知道 有個商場 叫做 噢 我忘記了 大家 總之去新宿地鐵站 周圍走走 有一間Starbucks 是露天平台的Starbucks 進去 有個很像的女兒 真的嗎 我以為她是那些 我立刻看旁邊有沒有攝影機 究竟是不是在玩真人數 滿宅直雪二 正在取景 我立刻看 嘩 這麼像的 有間職人在旁邊 我換了 嘩 多了 但除了女兒之外 除了女兒之外 你有沒有真的走過去光寶忌症 有啊 有啊 即是看看那些妓女 有啊 我女朋友有跟我說的 因為我們其實很近光寶忌症 走過去 進去 其實很多黑社會的人 我女兒告訴我 就已經在喉著我了 喂 你有被人聊過嗎 因為我和我女朋友一起 還有他在保護你 所以最後 你不是說是這樣的 那你真的沒有試過 讓她去保護 我試過的 真的 我跟三個男人 然後他們試過很多不同的國家語言 但不知道很久才試廣東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Fuck you 然後說到最後又是混蛋 對嗎 You wanna fuck 他講了很多次 你什麼想你好 你是不是想吵啊 就是中國人 類似什麼 那很久才到廣東話 不知道為什麼 那為什麼要跟她說話 是空來的 不是的 他真的問 是不是在哪裡來的 在哪裡玩 是否需要有人服侍一下 因為知道酒店 我那時候問了假 嘩 很貴 起碼是這樣的數字 我以為你和你女朋友去 沒有我打飯 我不用 我真的沒有 但真的貴 但我那時候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再進去 我不是貴 8000日圓40分鐘 很貴 我女兒幫我看 是嗎 喂 這裡啊 8000日圓40分鐘 是否陀地來的 我都怕是北姑 哈哈 他就說 你好啊 你好 我想請你什麼服務 哈哈 現在去到日本 都是去東莞 那樣的 會需要先來這個哪個啊 好 但你有沒有再走進去 你真的吵啊 你去到東京呢 真的吵啊 什麼事啊 去到東京8000日圓 吵這條北姑 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即是跟你來吃中華料理 你想想想 75至其他上 東莞差不多價錢 你搭東莞 喂沒有啊 你搭東莞 你搭東莞多少錢 車錢啊 你搭飛機去日本啊 這個是活動一環來的 還是說一句 你去到日本 不如我們喝茶吃小馬 不會這樣 但你有沒有再走進去 看看那些艾 即是那些艾機 沒有啦 我看過一些東西 我女朋友看 專門之後就看一看 嘩 你搭他 你年輕人搭他們 真的啊 不是的 很棒 因為我去大阪 我女朋友不知是否真的間了 我沒有看到這些雞 我看到大阪有一條走廊 全部都是牛郎 即是在地鐵站邊 有一些街招看 嘩 每個飛輪海 很棒 我英俊一走 哇 我出來打死他 有二十萬個在旺角 即是咬癢 那些樣子 他怎樣留下 他怎樣留下 通常有些女生 兩個人單獨 即是兩個女生 沒有男生 在旁邊就會很醜 那些都可以回答 然後那些女生 那兩個人都會回答 嘩 嘩 嘩 哈哈 哈哈哈 你這樣怎樣怎樣 哈哈 哈哈哈 偶狗 不 但是你牛郎叫的 就不太直接 就跟她說 就會問你 即是我女朋友都被人咬過 是 三個 就是咬是問 一 好了 二 不 其實她主要 不是 不跟你男人去找女人 就馬上就這樣 對不對 但她們不是 是否寂寞啊 要不要聊天 最終她聽得懂 我女朋友聽得懂 她常常吻吧 女朋友 她常常吻吧 女朋友 她說日文的 混蛋 她說國語嗎 她跟她做朋友 但女生有點不會 但男生說 嘩 這樣需要出來做 這個很慘 家境 她們好像戴頭盔 每個頭都是金色向斜 我看過《夜王》漫畫 我以為她真的很英俊 要比拼 那些真的是《夜王》 那些是《夜韌》 那些女人很純熟 所以當時很溫暖